Hello 各位好,今次就想說回721版本 最後我就忘記了說回對這個改版的一些評價的評語 首先我就想說兩件事,就是好處和壞處 就是這個優點和缺點的遊戲 我首先說了缺點 缺點方面可能我已經說了很多次,就是這個改版的難度實在太低了 可以說是用等級就可以展過的情況 你看到是挺容易打的,你只要抓到那個票門就很容易打贏 雖然所有的改版都是這樣,但是這個可以說是相對上比較容易打的 那大約你預計50多都可以打贏 可能你練三隻重,三隻100多,基本上可能全部都展過了 所以呢 難度太低了 配招方面呢,我覺得他們的配招都OK的 不算差,不過他們用變化技太多了 例如說回這個鬼天王 緊鬼和夢妖有放同命 那怎麼會一來放同命呢,因為 你是不會一上場就放同命 除非你可不可以打贏的 這樣就說而已 但是如果緊鬼,夢妖這兩隻放呢,我覺得都... 一般的,因為... 同命這招通常都會在臨死之前放給別人 這樣就可以... 拉同敵方下水,一起死之類的 但是他的配招方面都不太好 另外的就是... 那隻鬼燈 鬼燈呢,也是... 一開始會開冥想或者替身 我覺得他... 基本上已經很薄了 我覺得不可能開替身之類吧 因為我自己都不太懂,所以我... 不知道怎樣 今天說完另一件事 就是... 除了難度低之外 最重要的改版元素 就是要劇情,新的劇情 因為... 新的劇情其實是非常影響一個改版 成不成功的 那你就算沒有改到劇情 嗯... 就算精靈上有721隻 都很難挽回一些... 嗯... 吸引力 可以說是比較上沒有什麼吸引力 如果你是沒有劇情 因為我現在呢 我玩了... 這一年 差不多一年多了 玩了... 玩了... 5至... 差不多10隻 有沒有呢 5至8隻 其實大部分都有劇情 你會看到 很多都有劇情 如果沒有劇情的話 我都會選一些... 高難度一點點 嗯... 高難度一點點 還有一些NPC不是很差的那些 那為什麼我會選這個呢 因為721版本很重要 也都是... 漢化版 可以說是 漢化的 嗯... 雖然沒有什麼劇情 但是... 721版本會吸引到我的 那... 優點啦 優點呢 就是剛剛所說的721版本 721隻精靈 嗯... 是比較上... 方便我去玩這個隨機精靈 可以說回這個... Random... 精靈的... 嗯... 一些... 看法 其實... Random精靈呢 我看大家其實都很喜歡看的 嗯... 我自己其實都很喜歡玩 因為你是不... 我之前都說過了 一開始第一集已經說過了 我基本上這裡 我至少有4隻 我是不會用的 首先... 大潮不備不用的 爆音掛也未必會用的 皮皮不用 另外可能... 齒輪掛是不用的 我可能用的都是夜黑魔王和巨金掛 這兩隻... 我會練習 如果是新版 或者是... 這個的... 紅藍寶石的 我是會練習的 那所以呢 是非常之... 新奇有趣 可以說是有些... 新鮮感 可以說是 是蠻好的 對於我 和大家看的來說 都蠻新鮮的 因為我覺得 這一隊應該都很少人... 很少人用的 我覺得 不過有一個特色的可以說回來 皮皮就是妖精系 你可以當它是一個血盾 這個皮皮 這個也是一個防禦的 因為你看到它的防禦是挺高的 防禦、特防禦是挺高的 血量比較低 攻擊高的 其次... 血量和速度都比較低 那... 潮不備 那... 潮不備的好處就是防禦高 速度是低的 如果它能頂到第一招的話 那你放完電磁波 你也可以... 打它回頭 不知道 應該是平均的 巨金怪這隻不用說了 很厲害 這隻我記得 我當時是有想過練的 除此能怪 後來好像看到一個特性 一般的 所以沒有練到 對了 你看到六隻都有特色的 但是呢 是不是會有人拿來過關呢 我相信應該都很少 那我相信過關的話 大家都會選一些喜歡的精靈 又或者其他... 比較冷滿一點的精靈 可以說 我想現本的精靈會比較多 大家如果選用同一個精靈的話 那冷滿的精靈可能已經冷落了 那這裡呢 應該都有很多冷滿的精靈在這裡 那就是這樣 是挺有趣的 這個Random 那下次的改版會不會Random呢 那就不太知道了 嗯... 因為都要看那隻改版呢 有多少隻精靈 它的圖鑑 是不是跟足了這個... 這個... 原始那樣制呢 就是譬如不要小火龍變成小火猴 就是為了... 要小火猴就扔掉了小火龍之類 那小火龍又不見了 我又不知道... 對 總之就是很混亂的那個 那今集呢 應該就是13集 如果沒有記錯 那你會看到呢 其實... 你看到我玩得這麼快呢 基本上是... 難度比較低 你會看到 因為你... 那個... 難度低呢 會... 可以很快的爆到機 那絕對暈倒 這些你會看到我玩了這麼久 就知道幾難玩 我好像玩了差不多50 還是40幾呢 其實如果玩得長呢 可以有兩個的因素 那就是... 劇情 如果劇情長的話可以玩很久 又或者是戰鬥難度方面... 高 也可以... 可以玩久一點 就是這樣 內換性會好很多 嗯... 還有什麼呢 先想想想 那其實呢 說回絕對暈呢 雖然這個是721版本 但我也想說回721版本 說回絕對暈能的 我也很欣賞絕對暈能的回血系統 就是打完聯盟之後會回血 打完一個天王就馬上回血 那我就覺得不錯 起碼你打天王我就不會回血 你不會那麼... 生氣吧 就是你打完他 紅血啦 然後下一關馬上 立刻做回血藥 那你... 如果他有10支 那你打10支 就是這樣 其實我都... 其實我應該... 嗯... 怎麼說呢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不想看到 在戰鬥的時候回血 那麼... 我回血都會在戰鬥之外 如果... 如果不是太難打的話 太難打我可能都會在戰鬥裡吃藥 那就視乎對面會不會吃 如果對面吃的話我一定會吃 他如果好像吃五顆 那我一定會吃 沒可能頂得順他的攻擊 基本上 所以我挺欣賞絕對暈能的... 安排 打完天王就馬上回血 那麼戰鬥中沒得吃藥呢 我相信是很多人的... 希望 可以這麼說 因為我之前玩特別編那個 是瘋狂吃藥的 如果大家有看 所以... 就是這樣 如果這個遊戲我給多少分 評分呢 大概五至六分 可以說是... 相對地低 主要是沒有劇情 說回還有一個好處 這個721版本 就是Mega進化比較好 比較好 不可以說是完善 因為你看到一些圖片 是混不出來 比較... 比較... 差 那個圖片顯示出來 就空白了一片 你看到 戰鬥中進化這件事 不是很多改版做到的 因為呢 其他的Mega進化 說就是Mega進化 但是其實呢 他是直接進化進了精靈 那什麼叫直接進化呢 就像平時大家一樣 就進化做... 比較超進到雷超 吃雷石 那如果... 他們說的Mega進化 就是直接在戰鬥之外吃藥 那Mega進化會一直顯示在精靈的表上面 那... 這個版本做得好的 就是他可以在戰鬥中... Mega進化 就... 緊貼一點點... 新版的Mega進化系統 那... 不可以說是完善的 就... 那... 大致上就是這樣 好處和壞處應該各有兩樣的 那... 暫時就是這樣 下隻改版是什麼呢 都暫時不知道 隨機精靈會不會在下隻改版開呢 也都未知之數 那我們下次的改版回來再見 多謝大家支持這個系列 我們下次再見 就是這樣 拜拜